继季联赛官方去年是年底宣布了 从26年夏天开始改为跨年赛制之后 我看最近K联赛也宣布在明天后天召开会议 专门讨论是否顺应亚洲联的这种赛制变化 未来采取跨年这种制度 虽然仍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或者是观望态度 但我看鉴于G联赛已经跟进 K联赛大概率我觉得也会效仿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想 整个东亚区是不是就剩咱们了 中超联赛是否如法炮制 也成为近日的大家热力的话题 K联赛官方在7月份就宣布 将在11月13号召开大会 专门讨论K联赛未来是否为跨年赛制 全面接轨亚冠金联赛和欧洲联赛 其实这次会议也将邀请很多 我觉得此前已经开始小范围讨论了 总要是什么对偏北班这些球队 他的安抚和补偿怎么办 而这一举措你看不看就和G联赛其实一样的 G联赛去年12月份宣布 从2026年美加莫世界杯之后正式改为跨年赛制 那么2627赛季将从26年的8月份开始 一直到27年的5月份结束 那么他们也是东亚区第一个确定跨年赛制的职业联赛 而且这期间还有这个东西期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联赛而言 你说采取何种赛制 我觉得首先要考虑咱们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 气候特征 去年6月7年赛主席拜访的这个富山胜利俱乐部时 就有很多的这个球迷聚集在一起 拉横幅 你记得当时抗议还上西门了 那是因为啊 富山属于这个权益大学地域 这个这个地方啊 就是往年啊 那座大学风扇的状态 按照2022年啊 日本国族资源部啊 这个发布的这个公告刊 就这样的道谢 那在这个日本呢 有10个 其中啊 只有这个福井县 没有近年赛的球队 那么跨年赛制最大的阻力呢 无疑就是来自这些难以解决的训练呢 比赛难题的这些职业部 而从这个角度讲 就是近年赛官方啊 实际上是在强行推进变革 就是为了让这些职业部啊 接受跨年赛制 你看近年赛就决定 就是先拨款 这个百亿日元 帮助这些职业部啊 购买什么 就是充气的实力球馆 这样就是一种经济实惠的 这种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场馆啊 这个搭建需要10个工人 基本上就两到三天 就单一球馆呢 就造价 基本上是两到三亿日元 那个持续供电呢 一个月 所缺的电费呢 基本就是20万到30万日元 而且现在你看 咱们身边有不少这种充气球馆 是吧 都是咱们这个日常训练啊 情绪比赛啊 哥们使用的 其实充气场馆呢 采用这个圆顶设计 它也不会因为积雪啊 构成安全隐患 是吧 而且场馆啊 每平小米啊 这个承重都能达到250千克 那么与此同时呢 就室内的这个温度啊 气压等环境参照因素啊 它都可以通过电脑来调解 此外呢 就与跨年赛事 就是适配的 这些问题 还包括啊 你看 看台加热 这些装置 防风设备 这些的改造 因为毕竟冬天啊 是吧 气温低 北风大 对吧 当然呢 改造啊 这个面临的问题啊 还远远不止这些 对于最终端的俱乐部来说 这些是最为现实的困难 你想 趋势接连赛 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 是日本呢 在足协一直以来啊 它怎么事啊 它是想着拖鸦入欧 那么 向世界这个基准来看齐 这是它的这个基本理念 实际上 日本足协啊 第一次 它提出来这个跨年赛制 是我记得是在2008年 虽然当时啊 得到了亚洲联的支持 但是在国内呢 遇到的阻力特别大 就讨论这一题时啊 只有三叉俱乐部 我记得当时是明确赞成 13年 2013年的时候 接连赛支援会呢 又确定 会在16年之后 再次啊 就讨论一下跨年赛制 结果2017年年底啊 这个提案呢 又被否决了 那么 新版的亚冠联赛呢 这个 只是一个催化剂 而 季联赛的变革 自然呢 我就会刺激 这个临近的K联赛 就是毕竟啊 就是无论是俱乐部 还是国家队 这个战绩 这个K联赛和季联赛 所在的两个国家 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对比 日韩要对比 但季联赛呢 可以解决问题 那么 K联赛 我觉得未必可以照毛化 对不对 不过一旦呢 你说K联赛 改为跨年赛制 就中超 将成为东亚赛区 主流联赛啊 咱俩主流联赛啊 咱俩主流联赛 只有的这种自然联赛了 你看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新加坡 缅甸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的联赛 就这两年 已经录出去 都和西亚一样 都改为跨年了 是吧 与季联赛相比 就K联赛的这种决定 对于中超 我就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因为K联赛啊 在很多地方 与中超联赛类似 那比如 相较这个季联赛来说 韩国的露天球场更多 而且呢 冬天的气温呢 这个温暖地区 相对没有日本那么多 这就使得 K联赛这个球场的 养护费用很大 而且呢 K联赛呢 也是很早啊 就针对跨年赛制 这种讨论 始终没有太大的进展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困难 就是需要花费是很大的 单单呢 就是冬季种草 需要耗费这种钱 就不是说很容易解决的 尤其这几年 K联赛很多俱乐部 这个资金运营情况来说 这个母公司啊 这个也都在 那个减少投入 让他们整个K联赛 现在也是挺困难 再个就是 这个有人提议啊 在南方地区 安排更多的比赛 但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 为啥你知道吗 联赛如果不在主场打 比如说 咱们国内 就要搞跨年赛制 你让北方的这些球队 在这个最冷的天气的时候 把主场安排在海南 甚至说安排在江南地区 你觉得他那个主场 会有那么多人去看球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问题啊 这些办法 你看在他们那边 就没有很多得到很有响应 放着咱们也不行 K联赛啊 改制的阻力和现实困难 比G联赛要大多了 意味着嘛 你看这个G联赛 他改的主要原因是 每年 就是下窗的时候 都是原本呢 是这个G联赛 比赛争夺最激烈的时候 但是呢 你看欧洲联赛 恰恰在这时候呢 是完整的转会期 下窗转会最关键 如果球员想刘洋 那么在这时候去走 也更方便 但之前他在赛制当中 球队打一半 你就把主力放走了 对于球队整个建设 是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如果改成跨年赛制的话 完整一赛制打完 那球员刘洋 也给球队呢 留足了空足的这个时间 在准备下赛季的时候 早好替补队员 甚至早早的去做好 这方面的准备 是吧 所以这几年 他们呢 就是拖牙入欧的这种整体观念 其实是对他们促进很大 第二个 现在的亚冠比赛 如果你不改跨年赛制 你看后续的比赛 达到12月份 这个今年的这个亚冠联赛 明年2月份就启动了 如果你中间 你没有 你没有比赛 球队来说也是很困难 至于啊 我觉得这个K联赛 改革当中这些阻力啊 其实都是我们将来会要考虑的 中超 咱们更是 你想到我们这个复原更加辽阔 是吧 东西南北 要面临的现实困难更多 除了硬件之外 还有更多啊 难以在短时间里梳理的各种关系啊 就改制接轨的 这个好处闲而易见 是吧 但困难 同样肉眼可见 至少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啊 咱们中超 这可能都不爽 夏天大家可以赤膊上阵 是吧 这汗出的通透 然后喊的也畅快 但是冬天的时候 你可能一层棉袄都不行 动得哆哆嗦嗦的 大家看球的体验 是不是也不好 不知道你们觉得 我们坚持自己这种自然联赛制 能不能够对抗现在这些问题 大家觉得你们希望我们也随大流 改这种跨联赛制 还是说坚持自己现在这个 把我们这里面的一些 更多的细节做好 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应对 现在这个 目前的整个亚冠比赛啊 包括球员刘洋面对的现实问题呢 大家可以一块来讨论讨论啊